HELLO,大家好,我是波仔 歡迎來到堅仔跟進馬節目時間 繼續和大家前瞻,回顧,追蹤跟進馬的表現 星期日,沙田馬場又有泥草混合日賽 泥地這次跑了兩場一里賽 上一次泥地賽短途,大利前肢貼欄 看看會不會這次延續都一樣 先回去看看追蹤這次波仔的跟進馬會上陣 去到頭場,泥地賽事會有批加賽上陣 上季,跑得好的時間,就在泥地賽事 我一度都是這樣說,所以等到他回到泥地的時間 然後出手贏馬 上季尾去跑谷草,我有少少調低他 因為,始終泥地會比較好些 而且前一場,贏濕萬泥地那一場,是充滿步速的 但這次賽事出馬9匹 泥地好手也不算太多 有權加賽即使9檔都可以拍到前面 與其是跟金旗莊家在前面放他走第二疊 其他女英福星、喜喜綿綿綿 都是後上馬為主 我覺得這次加賽有機會承接 昨天威哥同學開了之後再贏一場 接著到第三場賽事,都是泥地賽 這場是51650米 跟進的馬匹有三隻 1號雷霆戰區,3號好有無敵 和11號無極戰士 先講3號好有無敵 我都是等他回谷草,可能會較有把握 而另外1號雷霆戰區 似乎這隻小法寶指示 跑泥地都比跑草地好少少 最近這匹馬正正是跟無極戰士試大集 兩隻馬都試得好 無極戰士有少少的萬集 雷霆戰區在外趟樓後 馬林裡面再穿插上來 那個姿態都不錯 兩隻馬的狀態 或者備戰功夫都做得很好 一樣的分野就是磅位上的問題 無極戰士今次就叫受讓 雷霆戰區較為多磅 以及今次就脫下眼罩 因為上季加上眼罩 起步就有少少暴露 所以兩隻馬都是機會的 當然我覺得雷霆戰區 它的好處就是起步沒有那麼漏 以及潘頓有時可以把五檔馬 擺到內檔馬 擺得前一點 以及這一場有五環綠色的馬匹 橙色的馬 預期可以跟前一點 放頭或者 綠色就是中置位 第二三位 所以我覺得今場會有些暴促 雷霆戰區或無極戰士 兩隻都是靠中後位置追上來的馬匹 都是有機會的 兩隻馬排序 暫時我放在雷霆戰區行頭 無極戰士一次選 看看可否一Q回來了 去到尾場的時間 二班跑千六 捉金好球 跟進他的時間 就在前一場 4月25號 等等等等 等到頸都長了 7月1號 終之都可以保重 證明這匹馬 優出是不需要害怕的 丁購馬 最近 由田草二來豐 唐唐幸運 變數 等等 延續到谷草 昨晚的賽事都有馬贏 是否今季都會盡早打快攻呢 捉金好球 判斷簡奇 放棄了 六億錢 不跑 相信都心有所屬 這隻捉金好球 最近 C閘都是禁著跟跑 千二米泥閘 都是比較老短 所以無需介意名次 這個 89分 我覺得還有些水位 今次有機會 駁跨季的連接孖寶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贏馬 來到第二節的時間 我們回顧一下 昨晚賽事 波仔的跟進馬表現如何 我們回到堅仔賽馬 去到賽哥的派賽 第二場 九號的熊富之王 上季一跟進 接著還中 贏 風凡快樂 今季再贏 結果 風凡快樂 結果 昨晚熊富之王怎樣 昨晚的谷草賽事 貼爛馬就很威風 這隻熊富之王 沿途走二疊 但步速上有賺 直路 拼了出去 回來 沖來的貫注力真的比較差 這一場馬的表現 比較失望 看看會不會這隻馬 是需要熱身 上季都要跑一輪 跟著才入局 和何宅堯 這次沒有跑 雖然指著福星是輸 但是一路操開都是何宅堯 所以 看看下一次 再出谷草的報名 形勢 或者排檔如何 純趕這場的表現 是有多少失望的 接下來 第六場 三班1650 超方華 之前都一直跟進 開 如果上次拿來做題 又會說 那麼熱身 給什麼 但已經贏了出來 立即去展望一下 前景 這部分 都是剛剛達到四水的馬匹 上來三班第一次挑戰 步速都是中等偏快 贏起來 都算是清脆利落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昨天比較少的馬匹 可以在後位置追上來 這部馬沿途走規 還是有些搶 可能都是年輕馬 好狀態的馬 有些燥火 幸好何宅都控制得到他 我想 吃完一場火 再跑 會容易流放 看他贏得少少 又不是加分太多 相信有機會繼續在三班裡贏 但會不會走一次出 更加會成為羅庫船的變配器 接著去到第七場 上次的標題馬 蜜蜂宇區 輸了 沿途跟好位 不過 比我想像中跟太前了 大家如果可以回看這隻蜂宇區 他拍得好時間 往往都是早段 躲在馬群裡 直路一衝上來 那種跑法 早左望空 他真的沒有那麼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 曾經試過 熱門輸 都是跟沿途二跌 亡空 那種跑法 另外 勇取上次提及 如果真的 場地達利前置 一定要拖回他一票 因為他可以守好位 打算沿途條橋 6-8-9 這三隻馬 都應該有些機會 結果 風雨區騎內 就沒有反應 看看這一局 輸完之後 高東來會不會借周俊樂 又或者 用徒弟仔 藏明少 博馬 因為 這個分 絕對在三班裡 足以 可以爭 未必 完全不夠跑 勇取這個位 跑不贏 是有點失望 因為全程是食股位 所以 勇取要贏馬 我想 霍老爺 或者兩仔爺 要再想辦法 來到第三節 要找新的跟進馬 在昨晚的菊草賽事裡 全部貼爛馬 都真的如有神做 都可能關乎前一日 即開馬前一日 沒什麼灑水 場地很乾快 所以 走二三碟的馬 相應 可能更加吃虧 早點的捕捉 各場裡面 都是偏快的 而 跟著馬 選了一隻 就是第四場出賽 我們回到堅仔的介面 先 第四場 選了 石哥那一匹 旅遊達人 昨天 波仔都有提供 這一匹馬 不如看看他怎麼跑 昨天 這匹旅遊達人 排著綠檔起步 橙色眼袖 都異認 在起步的時間 中間 黃黃地色衣服 紫色帽 這隻就是旅遊達人 其實他起步不慢 見巴道都側他兩步 但是 裡面那隻 精彩回來 又氣管多血 又多痰 這隻就頂住他 搞到他上去 又上去 已經不夠快 縱使出閘快 你看到巴道都看著 你怎樣啊 壓到兩步之後 都依然擺脫不了 結果 沿途走著三碟 你看到雙折棍 現在是尾三碟 就跑入第三 放頭的中華YY 石哥可能這場的主力 跑入第二 爺馬 大武士 第三位十號仔 沿路一直頂住三碟 買了三碟 想著 正好 輸不要緊 不要走光 但回來的馬 騎下去是有的 一直追上去 橙眼罩 外邊也鎖過來 黃衣的 騎兩步 也有 證明沒什麼選錯 起碼馬沒有輸到 沒有來攻那麼遠 Founder也在前面的紅中獵馬 最後兩部都有點追勁 這隻旅遊達人 這次選擇他的原因是 上季轉去石哥之後 跑完5月份的賽事 之後就沒什麼上陣 但是操練就沒有停 甚至乎在暑假中 他的操練功夫 都是有度步為主 一路在上的重發中 是有度步 跳到7月9日 接著7月21日再跳 證明這個旅遊達人 在他心目中 可能很快就要打快攻 或是這一場 可能是出來試一試腳 好了 做一些筆記 在旅遊達人的旁邊 可以即時錄筆記 昨天就偷偷地已經做了 因為在這個位置 相隔122日 整體制雨 沿途走外貼 還有賽日不理之外難 所以給了紅色的標示給自己看 另外石哥 這隻馬是轉倉馬 都不是博室的 可能是試一試 試到的真功夫 還有這隻馬 剛剛今年達入4歲 同庫馬 小法寶的指示 都是慢慢慢慢成熟 而且你見他都是騎下去 逐步逐步交給你 看看下一局 會不會上千四 因為小法寶的馬 都是跑中距離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分子 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一定會抹著他 開出賽提醒 儲存他 這隻跟進馬 就已經做好筆記了 另一隻跟進馬 就是第七場 三班千二米 其實想選擇 打開一段時間 尾場的好眼光 不過好眼光 叫二班 路程的選擇方面 可能沒有太多 我看看二班千二米 可能最快就 9月26日 在田草一場千二 看看會不會 阿塞 這場熱身後 跟著搬 好眼光過去 因為賽前比較少 容易保重的機會 都可能有其他對手 所以都是選擇三班千二米的財進 好了 我們在這個位置 看看賽事重溫 昨天財進排出七檔起步 起步不太利落 中間位十號仔 紅衣 紅眼罩 見阿雞哥 田太安 都是一直 沒什麼推棋 定住在中間位 好了 這個位都是死位 因為上校 差點贏 跟著勇趣 博洩位 跟著名欣賞 十二檔 涉到落內檔 真是鬼苦神功 你看這個賽進 沿途又是走外疊 好像剛才旅遊達人一樣 好 看看彎位 彎位 彎位 再要拼出些四疊 昨天你見白露飛翔 可以 但是他不可以 所以反對這個賽進 衝兩步之後 轉腳 但是他都沒什麼散 回來有追 這場 我猜是蝕形勢比較多 這場 這場 在上季尾 可以跟飛露龍 和連連王 跑近 其實他回來 都跟前面的對馬很近 說回這場 上季尾 可以跟飛露龍 連連王 輸半個馬位 我相信 現在 六十一分 六十二分 我不覺得 他的評分 會盡 這場 就當熱身 三班千二 好像剛才說 會比較多的拆組 或者賽程 容易保重 看看這個 沈澤成的賽區 會不會 下一場 可以繼續 拿回成績 做些少筆記 在馬的身上 大約 相隔 一百一十二日 這個位置 整體的制裂 都是比較差 賽日不理之外 亦都會跟別人發生 分數 我覺得都是有利的水平 亦都是平均未盡 側身馬 有空間 幾低的出賽提醒 所以 昨天 9月15日的谷草賽事 走到愛疊 愛疊 愛疊 或者樓後跑碼 可以當 抹掉 下次再出 不要有人名次輸 而 抹殺了 好了 節目來到尾聲 再次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第一次接觸 我們堅仔 香港賽馬 的朋友 可以免費 下載你的手機 平板電腦身上 如果想知道 更多年月日費 可以打回 鏡頭左上方 5361016 除此之外 最近我們都推出了一個新的活動 跟大家去聯繫一下 就是世榮 每逢星期六的時間 下午3至4時 和大家一起 聊聊馬仔 喝杯 吃點東西 來到我們堅仔的公司總部 和大家一起聊聊 肉之詳情的話 可以在這條片的下方 這個資訊欄 看看詳情 巨節星期六 好像是爆滿了 但未來星期六 可以繼續報名 報名詳情 都可以打回 5361016 這個電話 或是全信息 都可以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接下來 堅仔跟進碼 什麼時候再見 就是跑完日馬 下星期一 再和大家找新的跟進碼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再和我們的專業馬平家團隊 堅仔五虎 每場賽事 分析他們的獨特見解 每個賽日都幫你賺到笑 不止這樣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堅仔都隨時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其實除了跑馬 這部機器還有很多用途 用來看電影也可以 看球也可以 打機 煲劇通通也可以 整個套餐包了這麼多東西 才賣二四八百 除了開 每個賽日都是二十多元 你想想 其實你只是用回 平時買馬步的錢再加多一點點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 這麼多這麼正的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這部機器本身都不便宜 都是我們用堅仔連費倒貼給你 現在真的賣一部便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閒閒的都過千元 我們把堅仔連費 這部機器才是六百元 六百元 一部全身十吋平板 這個價錢你去到黃金 淘寶 二手都買不到 這個優惠 不是時時都有的 我們只是限首批 頭一百名的用戶 才能夠享受到 這麼便宜 還不快點打電話 預約上來買機 數量有限 遲了便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 或者WhatsApp 5536-1016 和同事預留一部 按摩